事實證明沒有買那個物件 少賺 完這個老婆出口婆心了 我們就少賺了這個 但其實我也不會怪她 因為這個也是我們 共同討論出來的一個決定 哈囉我是Selina 嗨我是Wen 今天這個主題呢 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們當初是如何從一個上班族 透過副業 然後再創業 到我們現在是遠距工作 甚至我們投資的一些心路歷程 沒錯也就是增加收入的途徑 以及做投資決策的一些經歷 這個頻道呢 我們會跟你分享正向教養 蒙特索利的育兒方法 還有各種投資理財賺錢的主題 所以如果你對以上的主題有興趣 歡迎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也別忘了追蹤我們的IG喔 首先呢再講副業 其實我們當時都還是上班族 我們認識的時候 都還在別人公司上班 我剛開始認識她的時候 好像就開始做副業了吧 那時候就是先跟朋友 一起創了一個YouTube頻道 然後可能又幾百個訂閱 做著做著做出興趣嘛 然後我就開始做了 我自己的YouTube頻道 那你當時的副業是什麼進行 我認識你的時候 我是已經在遊艇公司了 但其實我在遊艇公司 上一個產業是在做高復旧場的一些活動 所以那時候就認識一些表商 表商有時候就會辦一些 比較沒有那麼大型的活動 VIP的活動等等 需要有人去幫他們策展佈置 或是找一些配合團團體 這時候他們就會來找到我 因為他們如果去找到大型的活動公司 那個預算會太貴 然後其實對我來講做那也很簡單 所以我在高復旧場那段時間 一直到我後來賣遊艇 其實我都有在做這樣的副業 一場可能就可以幫我帶來 一兩萬兩三萬左右的這個利潤 然後可能就一兩個月一場 那這樣子副業接下來畫到創業是什麼樣的氣質 我自己的部分是當時的副業收入 已經超過我的主業收入了 然後我覺得好像也是時候 可以全新透露時間在裡面 然後再加上我那時候真的很厭倦 上下班生活啦 而且你那時候做的產業 也不是你有興趣的啦 所以我才說我那時候很厭倦 那我那時候是跟老闆吵架 我在後來那間公司 可能跟老闆有一些理念不太一樣 但我也撐滿久的 不愉快的時間大概有一年多 我就覺得冷無刻冷無虛再冷 那時候我就會去評估其他的收入來源夠不夠 我覺得這裡有一個關鍵 其實那時候我站在一個 另一半的角度就一直覺得 這一份工作 帶給他非常多的不快樂 但是他煩惱的就是錢這件事情啦 想說離職的話那就沒有收入啦 他那時候就覺得 我一直持續有這個副業 也有其他的小套房在收租 同時我跟你那時候也有在做一個物件 就是我們兩個自己也有一個格道的物件 所以其實那時候包含租金 跟我其他副業的收入來源 其實也超過 其實也還OK 超過我的陣子 所以我那時候在轉換跑到決定離職的考量點 就沒有那麼的 為了錢也走不開 那時候我就毅然決然的跟老闆提離職 現在來看也是一個蠻正確的決定 要不然繼續在那間公司 我可能會壓力過大 到現在小孩都還生不出來之類的 如果呢你對增加收入 還有各種不同的投資以財工具感興趣 然後也想要更進一步的了解 我們MoneyMap呢 每個月都會辦非常多的免費講座 針對各種不同的投資工具 還有增加收入的方法 那我們把那個LINE放在下方 歡迎來參加喔 所以那時候其實從副業走到創業 現在也成立這個遠距工作的團隊嘛 其實這中間我們也經歷一些思維上的轉變 他自己是一個非常需要跟人互動的人 所以他其實一直蠻渴望有一個辦公室 然後有同事可以每天哈拉聊天 吃零食之類的 吃下午茶吃雞排 但其實我們也真的有去租過辦公室啦 對 我們那時候為了要準備一個課程 去租了一個共享空間 共享辦公室租了兩個月 但我們實際進去只有一個月 因為我們有時候還要拍攝啊 有時候還要陪小孩啊 用了一個月我們就覺得 喔 我們真的是不太適合辦公室耶 就蠻浪費的 而且辦公室如果租下去 每個月就是多好幾萬的開銷 那我覺得我們現在維持 所有的夥伴也都是在遠距這樣工作 是蠻適合的一種生活方式 他從一開始很想要有團隊有辦公室 事隔多年到現在 也愛上遠距的這種模式 就非常的自由 像我們今年帶小朋友出國兩趟 現在三月底要第三趟 如果我們今天去租了一個辦公室 要進去跟夥伴開會啊 都是比較傳統的方式的話 我們就走不開啦 過程中呢 剛剛也有提到 當我們在做一個人生重大的改變 很多時候考量的點都是金錢嘛 那我們該如何在金錢的部分 除了剛剛所提到的 這些主動收入的轉變 投資理財也很重要 我們有這些底氣 可以讓我們這樣轉換呢 其實我們靠的真的是房地產 對 那其實我們在做房地產的時候呢 我們如何共同決定去 做一個投資的決策呢 大量做功課還是非常必要啦 我們那時候在決定要做這個房地產的時候 幾乎把市面上所有的課程都上過了 所以我們的操作想法會是一樣的 我們知道什麼樣的物件可以做 什麼樣的物件不能做 所以我們就很有共識 也不會覺得心急 就隨便下決定這樣 但即使這樣 我們還是對一些投資標的 有很不一樣的想法 對 會有意見分歧的時候 前陣子就遇到一個物件 他非常喜歡 對 那個是我們一個配額的仲介 然後他說 陳大哥 陳大哥 第一個就通知你 因為我們就是時間比較自由 當下就馬上說 好 我們現在過去看 確實屋主的開價是低於行情非常多 原因可能是這個屋主 不知道行情 然後他是很相信這個中介的店長 所以他是開了一個很便宜的價格 那時候我就覺得 哇 這真是所謂的Apple Care 後來就跟他討論說我們應該要出價 後來就被他阻擋了啦 對 因為其實在投資的衝進呢 他是比較敢衝的 然後我是相對非常保守 我要有大概九成以上的法羅 我才願意做這件事情 那當時的這個物件的狀況是 那時候我們手邊可動用的資金非常的緊 假設我們把這些可動用的資金拿去投資這間房地產的時候 可能會錢卡在裡面一陣子 因為你也不知道他 對 然後或者說你不知道他下一手什麼時候賣 所以其實那時候我說服他的理由 就是第一個 我不想要因為某一個投資 讓我生活變得很戰戰兢兢的 然後再來就是說 萬一事情沒有想像中的順利 我們賣不到更好的價錢 或是可能卡了很久 因為房地產的流動性的確比較慢嘛 那這樣的話影響到我們的生活 還有一些小孩的生活品質或什麼的 蠻容易吵架 互相拐嘛 對 但事實證明 我們沒有買那個物件 少賺了可能兩百萬 我們是第一組去看的人嘛 第二組來看就把他賣走了 只有一個月他就再轉手賣掉 他也是賣在行情以下喔 可是這中間價值他就有兩百萬 然後扣掉房地而已 所以等等的他也賺了一百萬 所以他一個月賺了一百萬 因為我們這個老婆出口婆心了 我們就少賺了這個 但其實我也不會怪他 因為這個也是我們共同討論出來的一個決定 因為其實他當時也沒辦法承擔那樣的風險 或責任 是因為我們事後看到這個結果是好的 反過來看好像當時做了錯誤判斷 但是如果當時的結果是差的 這個責任就歸在他身上 而且你要想多賺這個錢 不會影響到我們生活太多 但是做一個錯誤的決定 可能就會影響到我們 所以其實我覺得做任何的投資 你還是要雙方把利跟幣討論清楚 然後去做出一個共識 我們也有幫大家統整出來 就是如果當你們夫妻之間 共同做一些投資的決策 有沒有什麼樣的步驟可以follow呢 在這邊我們整理出三個點 第一個就是投資的目標 像我們剛剛以這個房地產為舉例 他其實是想要出租賺現金流 然後因為那個地方是真的很好就蛋黃區 然後很熱鬧 但是呢像我們剛剛提到的那個人 他後來是用短期轉售的方式 如果是我們的話 我們要投入的成本更多 因為那個屋況其實滿差的 現在雙方又比以前貴很多 對 所以其實在這個目標設定的時候 就要去思考說 你們的策略 不論是股票房地產 是要賺股息 你們是要賺價差 你們要放多久 這種呢都要討論好 再來就是風險評估 你要去評估說你這個投資 把握到底有多少 像我們投那個房地產 我們的把握可能只有50% 其實就有點 不是那麼妥當的一個投資 所以後來他也說服我 因為每個人風險承受的能力不一樣 所以你們也要去找出一個平衡點 我覺得最好的判定標準就是 假設這一筆錢真的卡在裡面 你完全拿不回來 會不會影響到你的生活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評估 風險承受度的點 然後如果是股市的話 可能就要去討論股價下跌到多少 你們可能要認賠殺出 或者是這筆錢是不會影響到你生活的 你就長期持有 就可能對它的風險 去做一個全然的討論跟了解 然後我覺得風險還有包含一個 所謂的理解程度 像他最近一直在說服我要買債券 我說你懂債券嗎 他說這個我可能要再研究一下 我就覺得這個風險就挺高的 因為你就沒有很了解 我的那個消息來源就來自於 身邊的親朋好友 跟一些專家 風險更高 沒有 但是如果說你覺得可以的話 那我們就會再去做深入的研究跟了解 最後一個呢當然就是資金來源囉 因為夫妻之間 有些人可能會有共同帳戶 有些人可能會有自己獨立的帳戶 做這個共同投資的時候呢 就要先講好說我們要從共同帳 外面撥多少錢 或者是比如說這筆錢是男方出 或這筆錢是女方出 因為有時候可能大家要做的投資不一樣 你們可能會協調說是男生出或女生出 但如果你們未來假設有個共同目標 比如說你們要一起買房 你可能也要先讓對方知道說 我這筆錢要先拿去放哪裡 我對他把握有多少 先讓對方知道你這筆錢會有暫時的挪用 避免未來有可能的紛爭 沒錯 以上呢就是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內容 如果你今天跟你的另一半 也有為了投資理財 討過家或是沒有遇到什麼問題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們討論一下 下支影片見 掰掰 嗨 大家好 我是Selina 嗨 我是Wyn 欸 這個開場接下來要做什麼 我突然斷片了 我們不僅是家庭的合我人 然後我們也是事業的合我人 所以在這片段 好 再一次 直接來